为了推动原住民族的碎石记忆 文化活动也透过各项文化活动展现 来凝聚族人们的情感和互助合作资源 共享精神 新城下公所团队和全乡的原住民相亲 在新城国中举办了原住民族传统体育竞技运动会 和族人们一起同乐 新城下公所把我向我在新城国中运动场 办理原住民族传统体育竞技运动会 而选手们来自乡内各部落的青壮年 男女选手们前来参加 相当可以感谢前来共享精神的国民们 来参与这次赛事的活动 首创了13项的社会福利有感政策 其中有一项有关于统育赛事的 就是运动GEO奖励金 各位相信各位族人相信都非常的清楚 只要参加我们的限时运动会 像限运还有全国性的运动会 以及国际的赛事 不管是个人赛 团体赛 只要取得前三名 除了选手以外 教练也可以申请奖励金 也这一点也希望 我们各位族人乡亲 多多的帮我们宣传 以及来鼓励我们的运送 运动GEO的选手以及教练 最后我请代表我们乡长合理台 敬祝我们各位族人乡亲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活家平安 平安喜乐 现在相公所团队在这次运动会设定了 许多轻松有趣的项目 希望族人们能够与大家一起同乐 活动设计借以适合老中青学子 幼童参与 分别为原住民传统经济比赛 大家可以说是玩得相当快乐 压走了800公尺比赛 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这边向云住民传统体育竞技运动会 合理台迎接部落传承记忆与文化 新城乡公所并且在7月8号办理 云住民主传统体育经济运动会 向上合理台用心办理各项云住民的活动与记忆 而新城乡云住民主传统体育经济活动 更是新城乡特有的年度盛事 向上合理台感谢大家全力的推动 让乡亲以及族人们度过快乐 有重要意义的运动会 并表示今天是所有族人们的运动精神 都是部落以及新城乡的骄傲 也祭持活动 让族群以及部落相互交流联谊 巡回部落族人们的文化根基 对部落文化的传承和热忱 记得希望我们下期再见